大家好 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 《军武器人》的节目主持人Larry 好 这一节又是我们《军武器人》和《科学新知》 Crossover的节目 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中国那个镭射武器 最近的发展 似乎中国那边就声称自己有一个挺大的突破 就是在那个科学上面 有一个大的突破 在这个镭射武器的科技上面 主要就是想讲就是那个武器本身 就一个无限发射的一个系统 可能就接下来会研制成功 就是说能够解决到 镭射武器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一个过热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它能够 令到它的cooling effect 就是我们讲到是那个冷却的效果 如果做得非常好的时候 就消除了那个镭射武器的发射的间隔 如果可以连续不停地发射 听下去好像都相当理想 那实情是不是这样的呢 那里面那个科学原理 就是怎么样可以令到它产生到这么大的光速 还有可以去到的性能这么好 每年都可以 不用怕过热 那究竟这种呢 那么厉害的武器应该怎么去解释和做出来 是吧 那这个呢 今天呢 会和大家探讨啦 那也都呢 会陈博呢 帮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 就是现在它那个科技后面呢 发生的什么事啦 那大家开始支持 大家记得了 帮忙啊 就是在我们的军武器营 还有呢 在科学新知的page上面 给like啦 还有也都记得 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先 好 陈博你好啊 是啊 Larry 你好啊 大家好啊 是啊 那陈博真的讲起了 就是中国现在呢 这样讲话 说自己 它那个镭射武器可以无限发射 跟着说它那个制冷的效果很好 令到它们无间断的发射 那其实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呢 其实是这样的 它报道的新闻没有讲到那么多东西的 大家可能会有的错觉是这样讲 这样解释而已 那就是你如果问我 它其实那个新闻 它报道它的突破是什么呢 就是它那个冷却的能力是提高了 那就令到它的激光就可以 所以就继续保持久一点 那其实呢 我是很想借这一段新闻 其实就可以借题发挥讨论一下 激光武器本身是可以做到什么 那些人想做到什么 实际上是否做到 那变成了你说 哇 你的激光武器有突破 我有突破 那其实实际上激光武器 是不是大家想得那么 那么好像童话故事 科幻故事那样 所以呢 我觉得一定要讲清楚 一直以来我们呢 在建立这些激光武器的时候呢 面对着什么的挑战 还有接下来又没有希望可以消除到 以及激光武器本身的限制 所以呢 到你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到看到有人说 哇 我又有突破了 我冷却得好了 那你会觉得它是会厉害了多少呢 所以那大家就心里有数了 好 陳博他那个 即我就是要问客了 其实中国那个 即那个Laser那个情况 其实去到哪里呢 真的他说到这样 现在是不是第1 intent 是武器的呢 他們實在說 核子的武器都有很多去到weapon grade 不是weapon grade的 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呢? 已經準備好了武器 裝在船上 裝在車上就真的可以用了 攻擊什麼呢? 它能不能夠做到武器呢? 你看它一兩個重要的參數 實際上中國它自己 它裡面它認為自己去到weapon grade的laser 那些參數是怎樣呢? 很多時候它都不是很公佈的了 但是我們一般認為 你如果去到 上到這些功率 是去到比你平時家裡那部冷氣機 再要強多幾百倍 至到一千倍那些 那基本上都是武器級別的能量級數 如果說那些這樣的激光 你是需要用到一次過 就好像一千倍冷氣一起扯電那樣呢? 那它就在這些能量級別之下運作那些這樣的激光呢? 應該就是武器級別的了 當然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參數 你看看本身那個激光是用著什麼的波長的激光 你要去打擊不同的目標呢? 你都要用不同的波長的 那照計來說呢 波長越短的東西呢 能量越高的 那譬如說 我們有沒有能力做到一些紫外線的激光呢? 有很多人想做的 因為紫外線它有一定的殺傷的能力 然後甚至乎能不能夠做到比紫外線更加強的 你可以去到X光級別的激光 那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呢 它對於那些你被擊中的目標附近那些這樣的電子元件 它的摧毀能力又會強一些 那實際上你能夠把激光做到的強度多強 它的波長在做的是多少呢? 那從這裡你大約知道呢? 它的激光武器能夠做到多厲害 但是是不是有了這兩樣東西就叫做 哇 大家可以進入了一個好像星球大戰時代呢? 那這個就要小心一點了 那我問一下Larry你 就是你以前看的那些激光武器呢? 你由那些這樣的科幻片好啊? 還是自己由預備節目材料好啊? 有哪些激光武器你會覺得 有沒有可能成為真啊? 就是做不做得到啊? 你有沒有這一兩個例子可以說啊? 如果你說科幻的話 大家一想就想星戰吧? 就是你說激光劍啊? 就是我們講一些武器啊 就是用激光劍的Laser 都是我們想就經常都覺得好像很棒 但是呢就跟威厚和陳柏說呢 其實你不要小看它小小一枝東西啊 就是它只是釋放出來呢 那個能量高到不得了嘛 嗯嗯嗯嗯嗯 那你如果問我 坊間看到呢 最接近一枝激光劍的產品呢 已經是那些叫官星筆那些這樣的東西了 又可以在一枝好像一枝電筒那樣內在手 然後給出來的光可以很強 那當然啦 大家都知道 就是如果它的功率太大的話呢 就是以香港的標準應該是 如果沒有記錯 就是超過兩個mW 就是如果你的激光超過這個功率呢 這個東西呢 你是不可以胡亂人 故意無端端擁有它 如果不是呢 不會指向人啊 是的 你去擁有這些 它當作是武器的 就是那個能量太高呢 是不行的 但是譬如你說 有人可能它合法地 持牌可以擁有這些儀器 那些譬如官星筆這些東西 那你見它用起來 都會熱啦 還有那個功率呢 其實遠遠都不及得我們 平時看到那些 就是更加強威力的那些那些這樣的激光 你說如果香港 我們容易看到最威力強的激光 就是那些這樣的 夜晚那裏有些激光會演啊 那類這樣的東西 但是那件事就不會很輕便的了 就是以我們所知 你那支激光筆 和你實際上 星戰裏面那支激光劍 都差很遠了 起碼 如果真是大吉利是照到一隻眼 是會傷到人 但是你真是畫一畫過 就不會是整隻手這樣刮斷 就是不是這樣一回事 就是你說如果 不要理會那支激光劍本身 就是我們看到在那些 Star Wars電影的激光劍好像就是 很聽話的 是大約一支光管那麼長的 大約可能一米左右 那一米以外 它就沒有 光不到就不會劈掉你的了 但是你實際上激光不是這樣的嘛 一下子出去 然後那個強度的衰變 是會需要一個比較長的距離 它才會減弱的嘛 就是 你如果給一支很強的激光 去燙傷呢 是都會受傷的 就是如果它夠強的話 但是要強到好像 Star Wars裡面那種效果 好像馬上要砍掉人的手 那些這樣呢 你不會想像到 那支東西可以這麼輕便地 可以在手上 讓你很慵容地拿著 還要拿著之餘呢 那個熱力呢 是不會燙到你的手熟了的 因為你想像一下 那個能量這麼高 激光是一樣這樣的東西來的 你把那個能量下去呢 它不是把所有能量都成功轉化成為激光走出來的 很多其他的能量呢 就以熱能的形式去走了的 大部分 是只有小部分呢 是用激光的形式放出 所以呢 你拿著一個功率這麼大的激光呢 你就預了你手上 要給一個強幾倍的熱量去燙你 所以呢 我會說呢 就是這些這樣的 Star Wars裡面 講到這些激光劍這些這樣的想法呢 就 只能停留了在 這個科幻電影的階段 但是呢 我又舉個例子 大家呢 去玩以前打機 你打街機也好 自己家的機也好 玩射擊遊戲 那總是會有得給你 不知道吃了哪顆東西 就可以射激光的 OK 然後你就會很想到就是說 那些激光呢 碰到什麼呢 就打爆什麼的 你覺得這件事情 有沒有可能發生的呢 我想現實就難一些 因為 你的問題是 你碰到之外 你還要有很多物理機制的嘛 就是說你去 去令到它很熱 加熱 高速加熱 加到某個點呢 然後就可能會著火 那如果你著火要令到它爆呢 那 就是整件事 第一個是那個速度要加速得很快 那點要很高 所以就覺得是難很多的 就不會好像我們打機碰到就爆的 是的 你不要經常想著 好像你玩射擊遊戲那樣 你只要配備了激光 激光打到哪裡就爆什麼的了 就是人家那個子彈就打爆 人又打爆 接著那個機體就打爆 然後還要比起其他武器 可以用小幾發就可以打爆 那這個就很容易受到 我們以往打機經驗影響到我們的想法 但是實際上 這個你回到現實來講 我不要管中國好 美國好 以色列好 你研究激光武器 如果我能夠利用到激光本身 它的能量集中 然後它的速度是光速 於是我就基本上 一按鍵就會馬上打到它 即是速度上它是無與倫比的了 但是能不能夠真是打到什麼 就哪件東西立刻爆了呢 這樣就要好看了 你本身被擊中那件東西 它對於吸收你這個激光的能力高不高呢 如果吸光能力高的話 你很容易將它加熱燒穿了它的外殼 而且這個過程裡面也需要時間的 你不要以為一按鍵 受到一顆光然後馬上就會爆 是要等一個過程 你真的要保持著照去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令到它能夠燒穿得到 這樣才能夠做得到 即是大家可能都聽過 有些國家它會是用那個 在太空層面 去將激光照到別人的 不是別人的那些 可能是自己已經報廢了衛星那裡去做測試 那很多時候就只能照下去 大約看到它加熱加到多少 但是你會發覺 就不是說一打下去就會整個爆了 即是這件事情 大家很容易有一個錯覺 以為激光一碰到任何東西就打爆它 就好像打機一樣 激光武器其中一個很需要思考的問題 在物理層面上 那個被你擊中的那件物體 它吸收你的激光的能力強不強 如果它本身外面不吸不止 還反射能力很強的時候 基本上打中了它 它就沒事 當作是歐痕 接著你的激光可能大部分能量 彈到第二處 這樣就沒什麼用 所以如果你說現實上 想我們建立一套在地面很強的激光系統 接著就拿來幫我們 去攔截天空上面的導彈 這件事其實我們試了幾十年很不幸 都沒有什麼成果 其實在開咪之前 我和Larry都看過一些資料 譬如說 如果你說90年代至到千禧年之後 少許的時間 美國和以色列 其實是合作研發過一個激光的防空系統 它的英文簡稱叫THEL 一套這樣的系統 他們做了出來 又真的試一下拿一些導彈去攔截 來做測試 如果我沒有記錯 它還拿到那些 像蘇聯做那些黑丘沙那種 這樣的導彈 那些來試 又真的被它打落得到 但是到了最後的關頭 是不是很成功呢? 那個成功率的數字 我自己都找不到出來 他們有試過成功攔截到的東西 但是最後美國和以色列 竟然決定是不再做下去的 就是這裏 可能這裏又要問Larry 我們現存的那些導彈攔截系統 我們會要求它具備哪幾種 哪幾種好的優勢 從而令到我們覺得它好用 第一就是它是偵測到 計算系統做得很好 電腦 計算到你的彈道 預計到你那個跌下來的軌道 位置 速度等等的東西 計算準了 接著又追蹤到你 鎖定到你 然後就發射一個有效的彈體 接著有效的攔截 最好當然是誰都想的 就越早發現 接著越遠 射得越遠越好 例如你一彈 還有你這套儀器 你希望它笨重一點更方便 當然更方便一點 最好就是周圍 最好可以周圍移動 不單止是你導彈發射的東西可以周圍移動 而且成本極高 所以其實雙方在兩邊的軍方 都認為這隻東西 最後就做出來當玩具玩玩 它就做了一座東西 基本上是一個太空管 一個圓形的一波 然後打開蓋子 有支激光槍出來和你攔截 然後這東西是搬不動的 它就整個燈塔 基本上就在那裡 它的有效攔截距離是七公里 如果是這樣說 以你所知現存的那些這樣的防空系統 你覺得有沒有優勢 七公里很雞勒 怎麼雞勒 就這樣聽就好像很多 但問題是你知導彈很快 尤其是紅色觸武器 我想說陳博士 一支紅色觸武器 它飛過來 我們說一秒 它都不知道去多少公里 一秒一點幾兩公里 一至兩公里 一秒是 那就只有七秒的防禦時間 反應時間 是啊 然後就是我們現在現存其他的 你說包括外國者系統 那個有效防禦距離 是由靈活一點之餘 還要不止這個距離 所以 所以 大約五十多至 很多時候計數 不要算這麼盡 五十至七八十左右公里 是啊 而且還可以是靈活地調動 就是說 是不是 不止得 就是說如果你激光那塊東西 又笨重又搬不動 但是有效只有七公里 說就說得很厲害 激光了 但是原來實際上 比起你平時 現在我們現存用的防空系統 都及不上 其實從這裡可以看到 為什麼最後這個激光防禦系統 是擺在這裡 就是我們想就想到很多有趣的想法 拿來去做遊戲機 想的那些想法很多 但是實際上 遇到很大的技術限制 弄得太大 它會很熱 然後 你弄得太大 但是它實際上那個折擊能力高不高 又是另一回事 還有為什麼只有七公里這麼少呢 哇 激光不是可以一眼射到很遠的嗎 問題就在這裡了 激光本身呢 如果你給下去的那個功率 就是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弄進去的激光越厲害的話 當你給得太厲害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將那些空氣 裡面就離子化了 那於是乎這些離子呢 是會令到你的那支激光 吸收的吸收 整散的整散 原本一支很雜速的東西 你強行弄那些光下去 是那個空氣阻礙著你做事 那所以為什麼呢 我們以前提到那些激光的東西 就是說你在大氣範圍以內做 是有很多的限制 而這件事呢 是幾乎沒有辦法去逾越到的 那所以呢 你又想那支激光厲害 令到你去摧毀能力高 但是你整支光越厲害的時候呢 那個空氣自己都阻礙著你 是的 跟著還沒計一樣東西 下雨行雷 跟著火災有些龍煙隔一隔 又不行了 那支激光打不穿 或者是被人被他折射散射得太厲害 最後沒有了威力 那所以這件事呢 相比於我們現在認識到的那些防空系統呢 似乎那個表現就會差一些了 那當然啦 我們其實都不斷地說過 拿來做武器去直接打擊人 或者拿來做防空去截擊人 那似乎都有它的技術上 和實際上的物理上的限制 那有人就會想 那個激光如果這麼厲害 可以把空氣都離子化 那有人想一個很有趣的方法 那個方法最後就簡稱叫做 不是Laser 是Teaser 把L字換成T字 那是什麼樣的玩法呢 它原來就是這樣 利用激光本身去把空氣離子化的能力 我就特意把你的空氣離子化 譬如說 在我和我的目標密之間 我就射一條激光去 將中間的空氣全部打通了一個離子層 一條離子通道在那裡 那有什麼好處呢 我就趁著那些離子通道還沒消失之前 通一個高壓電進去 客觀上的效果就是什麼呢 因為那個離子通道 導電性比周圍空氣好很多的 所以那個電就好像閃電那樣 直接就劈過去了 就很有趣了 這件事情就是說 故意利用激光 來令到你呢 就是令到敵方的目標物呢 特別容易被雷劈 但是這件事情呢 只是在玩而已 但是實際上呢 現在就不是很做得到的 但是類似的想法是拿來做得到在哪裡呢 就不關軍事事的 就是呢 如果在某一些的建築物上面 我不方便起 就是我不想起一支這麼尖的鼻雷針在那裡 那用什麼來取代鼻雷針呢 其中一個做法呢 就是說 就是整支這樣的激光在那裡 於是乎呢 就令到那個引雷的位置呢 就特別多 你開了一個激光之後呢 就特別多一些離子在那裡 那些雷電呢 就特別喜歡劈下來的了 就是說呢 它是一個很好的引雷裝置 就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這個就是純粹拿來是那種 非武器的用途 民生的用途 那你聽來聽去呢 就是不知道 我也想問一下Larry 你會不會有些失望呢 覺得對於激光武器好像 怎樣呢 不知道這個又不行 那樣又不行 我覺得好像 雷射武器好像不是給地球人用的 那種感覺是你地球那個大氣的限制呢 是 就搞到雷射武器 因為它本身要高能力去集中 就是我們說的 是 那種焦呢 那變成你第一 在地球上那個消耗太大了 第二個呢 就中間還有很多媒體的阻隔 就是你說 剛才講到 其實你越石越長 那個消耗越大之外 其實都越難集中聚焦去攻擊 是 所以其實就 我想在地球範圍裡面用呢 受的限制很大 那當然第一個就是 牽涉到你的載具 本身又要夠大 那你又要遮蓋足夠的電 就是你的 chemical在裡面要很多 跟著你那個 safety 你又要去注重 跟著你射出來的效果要好 那變成那個載具 剛才講了 你說美國以色列發展出來 就很大塊 又不方便 那你又違反了軍事原則 那些東西是要輕便 Handy 就是又可以到處去動 那才不會被對方浸出來打 還有呢 大家最希望就是星球大戰的X-Wing戰機 就是你可以朝朝朝 那大家呢 其實在這個年代呢 都在想著 六代戰機呢 就最適合去裝雷射武器的 那上面呢 就有個很厲害的引擎 引擎就是夠功率 有厲害的引擎 有足夠功率 為什麼不可以裝雷射武器上面呢 就是我們當大膽去預測 其實它最大的難題是什麼呢 就是究竟是重量那個問題 電池那個能力的問題 還是還是 陳博你說其實 其實是的 都是的 你都說了 就是 你要弄到這樣 你想用的功率 這個東西都還是很大 你都不是說可以隨隨便便 一個戰機可以裝著 都還是需要普通的波音747來去裝它 變了就 它不是一樣很輕便的東西來的 變了這些這樣的激光東西 你說將來會不會有能力 將它做得更輕便 令它可以在戰機上面去用 那我也覺得可以去想的 那這裡也可以帶出一樣 其實呢 你現在找回了 世界上 真真正正能夠配備 如果在某一些國家的國防那裡用的激光裝置 而且是一種呢 不是說輔助性裝置 是一種會主動幫你去擊落一些東西 去有攻擊力的裝置 其實你知不知道哪一個國家 不是中國 不是美國 是我們剛才有提過的 以色列 是的 如果你找回網上資料都會看到的 以色列現在自己的防空系統 是有整一個 用了一個激光來去做 主動攻擊一些目標物 但是你不要想著 它是拿來去截那些飛無腿導彈 那些飛無腿導彈那些 那些飛無腿導彈那些 當年都是要用一些外國者去截的 它是拿來截什麼呢 就是前陣子一樣困擾了很多國家的 就是那些中國的氣象氣球 那麼呢 以色列就專門拿這個激光系統 用來射爆波波的 那麼呢 那些氣球本身呢 那個皮就很薄 那所以你就可以 有一個畫面就像一些打機的畫面 就是那個激光 一下子射上去就射爆波 這樣而已 那就是你發覺那些激光武器 就是射一些比較容易受損 就是比較弱一些的目標 還有那個氣球 基本上飛起上來沒有什麼速度可言 你是非常容易去瞄準去射 那它希望是用這個東西就是什麼呢 就不用像美國那次那樣了 就還要特意派一個人 拿一架戰機上去擊落那個氣球 那個中國的氣球 就是還好搞笑就是 通常美軍的飛機 擊落過什麼就會在那個機外面 就畫一個符號 就擊落過什麼 那結果就要畫一個氣球上去 都不知道會很生氣 會很搞笑 但是對於以色列來說 那這件事交給激光做 那激光就是可以拿來去 你放一個玩具氣球過來 我就找一個玩具激光來跟你應酬一下你 就變成這樣了 所以就變成了 現在雷射武器的距離 很多的應用都還是有些距離的 不過我相信 就是隨著人家的科技發展 就是你說包括能量的不足 甚至乎那個大氣上面的限制 會不會有其他的思路 或者接下來有些新的技術的突破呢 這樣 就不知道的 所以未來的路就很難說 不過純粹以現行 我們知道的科技的水平 就是它的思靈去到一個位置 就暫時沒有突破 沒有突破的情況呢 就那個框架畫在這裡了 所以那個發展 就不可能說突然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所以這次中國強調自己那個 就算我當你無限發射都好 始終你的司令是這麼多就這麼多的 所以就暫時都不會看到什麼很特別的 所以你說中國會不會出了一個 星球大戰計劃組出來 接著接下來 1020可以射個激光 1055可以射個激光 就把你的飛彈全部擊落那些 這些都是停留在武俠小說的階段 看武俠小說就可以了 看軍事東西就沒有這麼有趣的事情 就是很嚴謹的角度去看了 好 那這集麻煩了陳博士 好 大家也記得我們軍武器言 還有科學新資那邊記得按like 還有免費訂閱我們頻道 好 那我們下一期的節目 再和大家再見了 拜拜 拜拜